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国阵的华人支持者他会投票支持巫统的马来候选人或者是印度国大党的印度候选人 这种交叉投票的现象是出现在国阵里面的 那现在不管是国阵还是明镜的支持者 普遍上他们都不在意种族跟宗教作为投票支持某个政党候选人的出发点了 那根据苏黄拉扬他的说法就是 整个政治局面跟方程式产生了变化 现在一些华人宁可将票投给反对党的马来人 也拒绝投票给国阵的华裔候选人 而且华人这一次也不再过滤伊斯兰行使法的课题了 所谓的回教国议题也已经不能够在华人社会中引起任何恐惧了 那在国阵执政党里看到这个问题的不只是苏默马尼亚 不只是苏默马远 还有巫统最高理事塞福利纳布拉 他也有相似的看法 他说现在的选民已经跟以前很不一样了 他们已经不再是以种族来区分你跟我了 从第十三季全国大选分析 他说选民基本上就可以区分为两种 第一种就是希望国家发展的 而另外一种就是渴望要有更多民主的 而他就预计说在下一节大选 渴望更多民主的选民会比希望国家发展的选民来得多 因此他说国政呢必须转型才能够自救 他说下节大选选民会更渴望民主 那他也说呢国政必须画下一条白线 而这条白线呢是国政 他必须为过去的错误道歉 并且承诺不会重返 同时呢也要落实新的执政方式 他说只有这样国政才能够在下一届大选赢回民心 那除了国政内部的成员之外 这个国民团结及融合局总监阿兹曼 他也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第十三届大选的成绩 那他就认为说呢 第十三届大选呢并没有啊 他说并没有哦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族群海啸 不要再说什么是华人还是什么马来人先起海啸了 他说其实呢 第十三届大选先行的是 一股年轻选民打破大马种族政治界限的投票倾向 哎这样说出来 这是一种积极的发展 按照他的说法 因为年纪选民越来越不在意政党的种族色彩 作为投票考量了 这反映了一种团结的良好现象 因为不以种族去判断他投票的标准 所以这是一种团结的良好现象 他说提出华人海啸的人 我们必须深入的去探讨影响大选成绩的真相 到底是什么促使华裔选民转向这些行动党的 而他个人就认为说 这个跟种族跟这个公众无关 那五六五大选之后相信 就是大家也看到身边的一些人感到很失望 那这归根究底呢 其实只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支持的证明 没有办法上台执政而感到泄气 所以他们会感到失望 但是如果我们是以要国家更好的心态 或者是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 第十三届大选的成绩的话 我们其实应该感到整个国家都是赢家 因为我们的选民拒绝了华众俱从的民粹政策 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感到高兴的 因为我们的选民也已经划除了一种宗教 就是已经划除了以宗教跟种族角度作为投票的依据 现在国政里边也有人看到了这次产生的问题增结 相信在未来的五年里 他们将会对症下药 希望最后我们的政治 是会出现超种族议题的良性竞争 不管是国政还是明年 要争取选票的话 都不能够再打种族牌或者是宗教牌 大家以超种族的政治纲领来赢得支持 无论如何 这个第十三届全国大选 最大的赢家 其实到最后还是我们人民 好了 今天感谢大家收看新闻 各位朋友们下个礼拜 同样时间 我们再见